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系列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朋友局的实战vlog系列 今天这个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我个人也是第一次尝试做这样的vlog 大家如果看了有任何的想法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排局当中吧 我今天和朋友玩的呢 是一个盲注级别12时的常规局 偶尔会有朋友做straddle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今天的骑士买入是8000 那我个人习惯呢 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现场排局中 保持一个深仇的这么一个情况 画面上大家看到的筹码分布呢 是黄色10,蓝色100,红色1000这样子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手牌呢 是我在co位置拿到了一个AR草花 那么前面有一个lojack玩家 lojack位置的玩家叫我们姑且称他为小胖 Limp20 然后我在这边squeeze到120之后呢 小盲位置的篮球教练跟注 然后前面Limp的也是选择跟注 底持是380 翻牌是 572 有一个其中呢有一个是草花 我在这边呢是击中了一个抵对2 然后带一个A的高张 以及后门花听牌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个时候呢小盲位置的这个玩家选择 dunk出来了240 然后 lojack位置的玩家选择跟注 那么我们在这边其实 跟注可能确实是不是那么合适的 但是呢我们由于我们是翻前的一个激进者 有有一个在超队的范围上的优势 我决定在这边要利用我的位置 以及翻前激进的这么一个行动 在这边选择加注到了700 去扮演自己有一个 强城牌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在我加注了这个 700出去之后呢 小盲位置的玩家和lojack位置的玩家呢 都选择了7排 那么我们也是成功顺利的收下了 今天的第一个底持 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吧 ok 我们紧接着来看今天的第二手牌 是我在hijack位置啊拿到了口袋对k 在这边呢我是选择做了一个80的open 那这手牌在前面没有任何拦谱玩家的情况下呢 一般我在这边会选择一个4bb的加注尺度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 紧挨着我后面的这个co位置的紧凶哥 选择swebred到240 那么就如同这个外号一样啊 我下架的这位选手呢是整个游戏风格的就是 俗称锦修 那我们这边是拿到了一个口袋对k 然后他我们对手这边呢 其实他这个后手呢是差不多就2000出头啊 也就是100多个bb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这边我们这边拿到口袋对k呢 肯定是寄希望于啊 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对手打光呢 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呢我们这边是选择做了一个4bet到720啊 嗯寄希望于能够迅速的把这个底持建立起来 可是这里对手面对我们这个一个720的那个 4bet呢是直接选择了7排 那这手牌呢我们是直接在翻前啊 就收下了这个 啊算是所有bet的底持吧 ok 接下来我们这手牌呢是在装位拿到了一个k10红桃 在前面楼架构位置的小胖同学做了一个limp之后呢 我在这边是选择加注到了120 在加注完这个120之后呢 小盲位置的篮球教练是选择了一个冷扣 那这样子小胖同学也是一起扣进来 3人底持底持380 翻牌呢是开出了a圈9彩虹面啊 相对来说是蛮干燥的 然后呢对我们的范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友好 在他们全部过牌到我之后呢 我在这边是做了一个150的小尺度的持续下注 但是这里比较有趣的是我在做完这个 150的持续下注之后呢 篮球教练是选择mini race到了300 然后呢小胖同学是冷扣了这个300 行动又回到了我这边 我在这边只要补150 就能参与一个1000多的底持 赔率肯定是非常诱人的 那么ok我也是补齐 底持1280 转牌呢是一张方片期 这个时候呢比较又比较有趣的是呢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选择在这个转牌下注 全部过牌到了我这边 那根据我的经验呢 我在这里下注也是几乎得不到任何期牌率的 因此呢我在这里也是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啊 免费看合牌 合牌呢是一张草花3 这个时候小盲位置的 篮球教练呢在这里是选择0打了300出来 然后还加个位置的小胖同学呢是选择了跟注 那再回到我这里呢 肯定是选择一个轻松的气牌就可以了 在我气牌之后呢 小盲位置的那个篮球教练呢是开出了A7两对 而小胖同学呢是只有一个顶对A 那这手牌呢是 小盲位置的篮球教练啊获胜 整个过程还算是蛮诡异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还是损失了一些筹码 那我们紧接着来看下一手牌吧 那接下来这手牌呢 又是我和篮球教练的一个战斗 这里我拿到了一个口袋对K啊 选择做了一个80的常规的open 然后呢是在盲位的篮球教练呢 选择了跟住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 篮球教练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喜欢去做跟住 看翻牌 这么样子的行动的 即便是在不利位置 那这手牌呢是一个单挑底持 然后翻牌是开出了18-3两个红桃 排面非常潮湿啊 在他过牌到我之后呢 我这里是选择做了一个70的持续下注 然后篮球教练是选择跟住 这个时候转排呢是开出了一张草花9 然后有趣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个时候篮球教练选择了0打200 面对他这个200的0打呢 说实话我在这边并没有啊 确实不怎么舒服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一个超队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转排就直接放弃呢 也是不是那么合适 所以说呢我是选择先跟住了这个 200的0打来看看合牌的情况 在我跟住了这个200之后呢 合牌是开出了一张钩 排面呢是形成了一个单张沉顺 这个时候小盲位置的篮球教练 是继续打了一枪中注500 那在这样子的排面啊 又面对对手这么一个行动路线呢 我这个KK在这里呢 好像是确实是啥都不赢了 所以呢我也是果断的放弃了这手KK OK 这手牌呢 又是我们面对前卫小胖同学的一个 limp之后呢 我们再装位啊 再次选择加注到 120这么样子的一个尺度 在我们加注到120之后呢 只有limp的小胖同学选择跟住 这是一个单挑底持 翻牌呢是458两个方片啊 这个翻牌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 梦幻般的方牌了啊翻牌了 那么在小胖同学过牌给我们之后呢 我是做了一个80的持续下注 这里对手是选择了一个跟注 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石 这个黑桃石呢 是对我们的牌力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 加强啊 是增加到了两头顺 外加方片的同花听牌 在这里 我是选择做了一个500的超池下注 在做了这个500的超池下注之后呢 对手也是没有做过多的思考啊 迅速的选择了一个气牌 那这手牌呢 我们也是算是通过转牌的这个超池 炸火呢 是稍微回了一点筹码 但是水位呢 暂时还是水下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手牌呢 是我在大盲位置拿了一个黑圈 不同色 翻前的行动呢 是hijack位置的美女选手做了一个limp 然后小盲位置的大律师呢是补齐大盲 那我在这边呢 是做了一个120的加注挤压 在加注完之后呢 呃 美女和大律师都是选择了跟注 又是一个三人底持 底持360 翻牌是开出了K19 有两个红桃 非常潮湿 我呢又夹在中间位置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我并没有着急在这个翻牌 做持续下注 而是选择了先过一条街 在三个人都过牌之后呢 转牌是开出了一张草花器 排面是形成了两个草花两个红桃 啊 那在这里小猫位置的玩家再次过牌之后呢 我是在转牌做了一个280的延时 时序下注 在我打完这架280之后呢 Hijack的位置的 呃美女选手呢 是选择了一个秒气 这个时候小猫位置的大律师呢 最终的选择是跟注 但是他在跟注之前的一些 呃犹豫的马脚呢 是为我接下来合牌的一个行动啊 算是嗯埋下了一个伏笔 在小猫位置的玩家在转牌跟注之后呢 合牌是开出了一张无关紧要的黑头2 这个时候在他再次过牌给我之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顶对k啊 在这里还是可以索要两条街的价值的 因此呢我在合牌是打了一枪680 寄希望于能打对手一些类似像k勾 10勾10圈 这样子的对我们不信任的这些牌的价值 但是不信的是呢 在我们打完这枪680之后呢 是被对手加注到了1800 这个时候呢 我也是陷入了一个敞考 按照常理来说呢 我这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会赢 一对手一些类似像红桃听牌破产 以及草花听牌破产的 那个在合牌的货牌加注炸虎的 但是呢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这样子的朋友牌局当中呢 首先这样子的行动性啊 其实并没有特别多 再加上我在 前面提到的在转牌对对手 马现场马脚的一些解读呢 我觉得我在这边这个k圈是 不赢什么牌的 因此呢我在这里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气牌放弃 在输掉刚刚这首k圈之后呢 我在这里是选择补马了7000 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总买入金额呢 是来到了1500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接下来在我们补马之后 形式会不会有所好转 这手牌呢 那是我在UTG加1的位置 拿到了一手k10杂色 选择了一个120的open 那这里之所以open120呢 是因为这手牌是有一个40的straddle在的 在open了120之后 全部人气牌到了straddle位置的机长 机长是选择了一个根筑捍卫 那么这是一手单挑 翻牌是 A圈勾彩虹面 那这个翻牌对我们的范围来 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好 我们我们这边击中了一个顶对A 以及10的踢脚 外加一个卡顺听牌 在对手过牌之后呢 我在这里是做了一个80的持续下注 在这样子的牌别呢 我们确实不需要选择太大的下注尺度 1 3左右即可 在我们打了80之后 机长是选择了一个根筑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 黑桃石 排面呢是形成了单k沉顺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并没有太过于担心对手有一些kx的范围 并且 kx的范围在我们这边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 因此在转牌对手过牌之后呢 我是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控制 合牌是一张黑桃2 那在这个时候 面对对手在合牌的前卫继续过牌呢 我会选择在这里拿我们的这个两对啊 在合牌要最后一枪的价值 这里呢同样啊 底持是430 我们在合牌呢也不用打太大 这边我们就我觉得打一个 210这么一个半持左右就可以了 可是在我们即便我们打这么小 对手还是没有任何牌能够跟住支付 在我们打了210之后呢 对手是直接弃牌了 那么我们这手牌呢也算是小回一口血吧 在A10收下刚刚这个底持之后呢 很快就正好转了一圈 我又在UTG加1的位置 拿到了一个口袋对圈 在这边选择open到200 open到200 open到200呢 是因为这边是有一个double straddle的 在加住200之后呢 hijack位置的美女选手 以及double straddle的机长呢 都选择了跟住 3人底持 底持670 翻牌的一对我们来说非常不错 圈10 6彩虹面 圈圈是直接击中了一个顶set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翻牌啊 如果是单挑的话呢 我可以考虑说做一定频率的过牌 但是考虑到这是一个3人底持 并且我是夹在中间的 我个人更还是更加倾向于 直接在这个翻牌就下注要价值 造大底持 并且当时我们的有效后手都是非常深的 因此在前卫过牌之后呢 我是在这个翻牌做了一个330的持续下注 正好单个底持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呢 在我打了这枪330之后呢 hijack位置的美女以及double straddle的机长呢 都选择了跟住 还是三个人一起看转牌 这个时候底持已经1660了 转牌呢是一张草八七 说实话我肯定是非常不喜欢这张草 草八七的 因为这张七呢是让89 在翻牌的一个两头卡的听牌呢 是在转牌完成了 形成了一个678910的这么一个顺子排型 是反超了我们这个圈圈的顶set的 因此呢在这个前卫过牌给我之后呢 我在这个转牌呢也是陷入了一个思考 同时呢我也是详细 询问了两位对手的一个确切的后手数字 在这边还是要做出一个最终的决定 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呢 我觉得不管怎样在这个转牌 我还是应该继续打 而且呢如果是在这个转牌继续打的话呢 尺度不能小 因此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呢 我最终选择在转牌的下注尺度呢 是1330 将近满持 说实话 我当时这个1330打出去之后的内心 也是蛮紧张的 但是运气非常不错 在这枪1330打出去之后呢 这个美女选手和机长呢 都是最终选择了一个气牌 我呢是在通过转牌的这枪大柱啊 直接在转牌啊 是收下了这个1660的底持 这样子的话呢 在收下这个1660的这个底持之后呢 我的这个水位也是算是顺利回到了水上 OK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今天晚上最后一手牌 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手牌 这手牌呢 是我在stradle位置拿到了一个勾四杂色 之前的行动呢 是hijack位置的大律师跟注 然后装卫的小胖跟注 以及那个小盲位置的机长跟注 行动来到我这边 我在这里呢是选择拿这个勾四杂色呢 做了一个340的大尺度的挤压 那我之所以会在这边选择拿勾四杂色 这手牌做这么一个挤压呢 是因为我觉得勾四杂色这手牌 足够的差 足够的垃圾 如果说能够在这边通过这个大尺度的 这个加注挤压 直接收下他们link的死钱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呢我本身是会有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拿最差的牌 以及最好的牌做一个即化的加注的这么一个行动 那这手牌在我加注到340之后呢 只有 专卫的这个小胖同学选择了一个跟注 那么这是一手 单挑底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翻牌 翻牌呢是开出了A勾七彩虹面 我们是集中了一个中队勾 以及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踢脚 那这手牌呢我在事后也是有询问一些我职业 牌手的朋友的 他们是告诉我说 在这个翻牌 在翻前的这个行动呢 是需要做高频的持续下注的 但是基于我对小胖同学的了解呢 他在前卫有一个link的情况下 并没有在专卫做加注呢 大概率是没有A的即便是弱A 因此呢我这个 这个勾四呢很有可能 已经落在了一个无限领先 或者无限落后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我之前对于小胖同学的这么一个 游戏历史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在前卫选择连续过牌 他在后卫是有一定概率会去 发动他的一个随机炸虎的 因此我在这个翻牌并没有做持续下注 而是选择了一个过牌 在我在翻牌过牌之后呢 小胖同学也是选 随后选择了一个过牌 我们一起看到了一张转牌 转牌是一张 红桃K 台面是有形成一个潜在的红桃听花可能的 那在我在那 那在我转牌继续选择过牌之后呢 小胖同学是打了一枪400 在小胖同学转牌打了400之后呢 我也是稍稍做了一个现场的节奏控制之后啊 也是很快的选择了一个跟注 跟注完之后呢 合牌是开出了一张方片8 这里呢我继续也选择延续我翻牌圈的思路啊 在合牌 继续过牌 在我合牌过牌之后呢 小胖同学是很快打出了一枪1200 那面对对手这枪1200的下注啊 我这边虽然是确实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你说制定好的那个 嗯 跟注计划呢 我们在这边啊 还是应该要去执行到底的 因此我是拿起了一颗红色以及两颗蓝色 朝着底池中央 很潇洒的扔了过去 扔了过去之后 小胖同学是说了一句你大了 但是我们这边还是秀出了自己的这个 构思杂色的这个 起手牌啊 嗯算是做一下形象吧 那么这手牌我们也是通过 过牌跟注抓炸的这么一个行动路线啊 赢下了一个3970的底池 也是我收下的今天晚上最大的一个底池 ok 我们今天这集香蕉超人 poker vlog 第一集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在刚刚收下这个3970的底池之后呢 我们的牌局也是进行到了收尾阶段 在最后几手牌当中呢 我们也是没有拿到太多的好的手牌可以游戏 最终的水位呢是落在了2100 正好是100bb多一点 也算是基本满意吧 好的 如果是喜欢这样子类型的观众 记得关注我香蕉超人德州扑克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